欢迎收看老张为旅行 我是老张 今天要到黄金山城 金瓜石走走哦 欢迎而狭窄的山路之后 好不容易到达黄金博物馆门口 不料此处正在施工 没有停车位 继续往前开一分钟 就可以看到停车场指示牌 弯进小路到达停车场 下车后往黄金馆前进 照着地上画的白色箭头走 过不多久 就可以收到一份出到金瓜石的界面礼 后来我们才知道 这只是整个行程中的暖身 是金石而已啊 A few moments later 经过游客服务中心之后 紧接着就是四联洞日式老宅 逛金花石之前先来用餐 这里提供的是日式定食 如果不想吃矿空排骨饭的话 可以考虑这间 沙拉搭配日式和风酱 吃起来新鲜爽脆 还有一片烟熏鲜鲜鲜鲜鲜鲜鲜鱼烤得皮脆肉嫩 薄有水分 算是蛮好吃的 鸡鲜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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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道上很是舒服 派出所怀旧复古的外观 也很融入金花石的历史场景 派出所的对面 就有刚刚说的那种 矿工便当餐厅 派出所的后面 则是金花石油脂 每天中午有半小时午休时间 顺着这条圆湖小径往上 来到一处开阔的广场 映入眼帘的是几棵餐天大树 广场旁边只有另一家矿工餐厅 爬上餐厅旁的这座阶梯 就到了金花石最著名的古迹 太子宾馆 日治时期的矿业公司 为招待日本皇太子 而搭建的临时行馆 但最后并未真正的前来视察 整修期间无法进入 只能从门缝中或者围墙外 略窥一二 下一站准备前往黄金馆参观 往黄金馆的方向是一路向上 阶梯接连不断啊 终于爬上来了 路边那条铁轨是矿车步道 再继续往前走一下下 过个小坪交道 来到清便义 清便义并不是真的矿车车站 而是从前矿工们出坑后 所使用的浴室 现在用类车站的方式 来营造怀旧感 还蛮有意思的 清便义后方有一组巨大的机械 是用来把空气送进矿坑内的压缝机 也同时可将废气抽出矿坑 同时也是采矿重要工具 风转机的动力来源 继续往前走一下下 终于到达黄金馆 黄金馆的展示空间中 一楼主要是介绍矿坑的历史与文物展示 二楼则是可以看到 各种黄金矿石的介绍 最大的亮点 还是那一块220公斤重的大金块 夫人也不免俗地进行摸金仪式 如果真心喜欢金块的话 旁边有间书店 可以买些金块带回家做纪念 接下来是今天的重点行程 前往金瓜石神社 到了这里表示路程已经完成一半 后半段的路程边走边休息 不放弃不放弃努力 终究可以到达目的地 现在是我的天啊 我现在都不放弃努力 头上还是有一点小铃铃铃铃链 在一边看 游戏之后走原路下山 原本计划继续往金瓜石地质公园 去看那个外星石头镇 但因为实在没有体力 继续往上爬而作罢了 走回黄金馆往左弯 走上一座桥 往前走大约五分钟 来到一间咖啡馆 古老的红砖旧宅改建 满满的复古文清风 网友也形容这里是金瓜石的一处清幽 只可惜今天来的时候老板不在 参观之后前往下一站 走在祁堂路上 转个弯上下走 过不多久就看到 到祁堂老街的打卡景点 彩虹阶梯 穿梭在曲折狭窄的山城巷弄之中 有一种寻忧仿盛的氛围 好奇入获进入参观 医务导览人员热心地讲解那个年代的山城历史 这里所展示的建筑物 实际上多是已经不复存在的 文化馆希望透过这些建筑模型保存珍贵的历史记忆 祁堂老街是早期矿工生活的商业中心 顺着山市建成的聚落 目前仍有零星店铺在此营业 山城小镜中充满独特的怀旧风情 维生路上还献学献卖 在文化馆学习到这间会馆是从前的教堂改建的 而石与中学的这栋楼则是拆掉中山堂后改建的 好了走了一大圈金花石欧席路线 路线地图连结会放在说明栏 供大家参考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哦 老张为旅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